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黄耀毅 马里亚大学的学生来自中国昆明的杨淑萍 被选为学生代表在5月21号的马大毕业点上致辞 他在致辞当中用清甜、新鲜、奢侈十足等词来形容美国的空气 并且提到美国的学术与言论自由 来对比他在中国受到的教育 他的致辞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批评 最终导致他在微博上道歉 并且说热爱祖国和家乡等等 杨淑萍的言论为何受到批评呢 而过去如加州大学圣迪哥分校邀请达埃喇嘛演讲 被中国留学生抗议 还有澳洲悉尼大学助教无为的言论被批评是入华 这个席检全球的小粉红现象 又将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参与讨论的来宾 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先生 奎德兄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同样也在演播室当中 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院的学生Alex 你好 你好 此外还有从乔治亚州透过Skype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谊会的理事古役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1 您还可以透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 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已经对此事有所回应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 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事情他都应该做出一个负责人的一个表态 这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力的人他自己应该能够做到的 不光是对于中国问题 对于任何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现在在中国在国外有很多的留学生 那么这些年轻学子他们出去以后呢 对事情的看法思想的认识 可能都会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变化过程 只要最终他们还是从心底热爱自己的祖国 那么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 我相信中国政府是鼓励支持和欢迎 我们刚看到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对于这个杨淑萍同学的毕业致辞所发表的回应 那么呢我们在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跟另外一位马里兰大学的同学杨璐也同学见连线 那在杨淑萍于21号致辞的第二天呢 杨璐也还在22号的马里兰大学史密时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他也代表致辞 不过他发表是比较不一样的意见 杨同学你好 你好 是杨璐同学我们知道同位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你自己本身对杨淑萍同学的致辞你有什么看法 杨淑萍的致辞其实从修辞来说 我认为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因为他提的几个点 在我来看不是可能有些夸张的成分吧 他提到中国的空气质量非常差 需要戴五层口罩上街 他提到中国没有自由 不能像这里一样自由评教 但是我在中国念的本科 我觉得我可以很负责任说 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里面 我们完全不需要戴口罩上街 我们的空气质量很好 我们有一样的言论自由 只不过形式可能与这里不大相同 这是我觉得可能他的言论里面 稍微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影 《卧虎藏龙》吧 它好像影响特别好 当时也给美国或者全世界的人产生了一些固定的 对中国的固定看法 认为中国是很多的山村小村庄 人们在竹林里飞来飞去 那就算一个好的电影会带来一些固定的理念 那像杨同学的演讲的话 他带来的一些 对外国人对我们的固定看法可能会不大 那杨同学我只要请教您 您自己在石民市商学院的致辞 您是讲了哪些内容 那其他中国留学人对你的反应又怎么样 我讲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感谢就是我之前学到的东西 从我的国家 从我的家庭 从我的本科教育学到的东西 我先感谢 然后再提一下我在这发现了什么 在这新的环境新的国家 学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学到了 我们当时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对于马里兰大学的UMD 这个缩写的一个新的翻译 叫Unlimited Magical Destination 就是这也是我们来之后的发现 那我的演讲 我觉得我身边同学觉得很受估 因为我们当时在周日参加全校性的演讲之后 其实同学们之间还是觉得比较难过吧 因为觉得很自豪的是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可以代表我们上去讲话 但讲的内容好像不是特别得体 那当时那天晚上那些同学就给我发信息 说杨卢明天好好讲帮我们扳回一层 那讲完之后 我收到的反响是大家觉得都还不错 觉得提的内容也比较合理 然后好像当时的不仅是我们中国同学 而且是美国的同学 美国的家长 因为当时在毕业典礼之后 有一次类似聚餐 那很多人都过来恭喜我一句 恭喜我毕业也是提我的演讲 他们觉得也很认同 我的一些华裔的老师也觉得为我说的话而感到自豪 那我觉得这是我比较高兴的地方 好的 谢谢杨卢伟同学接客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谈的讨论现场 我来请教的是在乔治亚州的全美学字连的古一 学字连对于这件事情的立场是什么 那你自己个人对杨书平的致辞 还有后来他所谓的道歉 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 主持人你好 首先我谈谈全美学字连的官方立场 可能你们已经看到 我们昨天已经对这事发表了声明 我们觉得杨书平同学做了一篇 非常精彩的演讲 他的智慧和勇气都很值得称赞 我们也注意到他遭到了 在网络上的一种狂欢式的一种围攻 所以我们希望他坚强地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 被中共政权直接操纵和间接利用的网络运动 正在超出国界 侵蚀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 其次我谈一下对杨书平致辞的个人见解 其实正如刚才杨书平同学所说 很多人把他的批判重点放在空气和口罩上面 当然昆明的空气比不上马里兰 但是要不要戴口罩呢 我在昆明的时候没有戴过口罩 可是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时候也不戴口罩 我们知道北京有雾霾 所以关键在于批评他的人 其实不关心空气 而是在转移话题 因为空气在整篇演讲中只是一个开场白和比喻 杨书平同学从空气入手 着重和大家分享他在马里兰大学的心动历程 他是从怎么死经被历史课板 到通过对社会议题的质疑和争论 养成批判性的思维 知道自由言论的价值 并且成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样一种意识的公民 而我觉得这种精神觉醒 正是我们许多学四连心脑成员所共同走过的路 也是大学教育真正的意义 至于说到道歉的话 我其实觉得他没有必要道歉 他只是说了实话 他说中国缺少言论自由 中国人没有政治自由 刚才杨书平同学也提到 他觉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不缺乏言论自由 只是自由的形式不一样 但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不一样呢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 川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美国人可以公开的讲 他不是我的总统 可以上街表示自己的政治反对 也可以在网络上用各种漫画卡通对他进行嘲讽 但是我的朋友权平 他不久以前因为要穿习包子文化衫上街 结果还没穿上街就被中国的秘密警察绑架了 二月份的时候刚刚上法庭是颠覆罪 所以由此可见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有吃喝玩乐的自由 有谈论风月的自由 但是没有谈论社会的自由 没有评价政治的自由 有的人讲子不嫌不丑 家丑不能外扬 外交部方言人刚才也说了 评价国家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 要注意场合 可问题在于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国家 我们说的是党国 党国这个后妈本来就很丑嘛 你看演讲完了48个小时 那么多人在网上骂他 那么多官媒 官方的媒体不约而同的贴出大字报来批判他 这个很像我当年在两年前以前发表 六四26周年之国内同学公开信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时几乎是全网的 主要的门户网都准载对我们批判 说我是境外敌对势力 结果演讲完了48个小时以后 他的社交媒体全关了 而且他还发了道歉声明 这正可以看出他说的是实话 中国人在国内没有自由 在海外其实也没有自由 一不小心说了实话就这个待遇 那说实话怎么需要道歉呢 好 谢谢主持人 好的 谢谢古毅 那么刚刚古毅提到说 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个杨同学 是非常多的批评 不过自从昨天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 其实有一些正面的讨论 包括昨天留在我的推特上 有位叫做David的网友 他就跟古毅的意见是类似的 他就是说杨淑平他所谓的 讲的空气 其实讲的是 说的是无法呼吸 讲的是所有的言论自由 他所谓讲的美国的洛杉矶黑人 暴动的骚乱 其实讲的是六四 因此他讲的其实是实话 因此我就要用这个来问一下 这个陈奎德先生 这个毕业致词 其实我昨天也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其实写得非常的好 他是一篇很美的文章 他很多讲的东西 其实也是刚才古毅说的 他是用比喻的方式 例如他说 他说美国的清新空气 他不需要戴口罩 接下来他说 I feel free 我感到自由 他说我不再受到压迫 每一口呼吸都令人喜悦 那么之后他也说 他在马大学习的时候 他也提到自由 他说 Fresh air of free speech 言论自由的新鲜空气 然后也说到民主语言 言论自由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其实他是用这些比喻 并不是真正在说中国的空气不好 他来讲的是他自己追求自由的渴望 跟获得自由的欣喜的态度跟感受 为什么一个人表达他自己 这样子对自由的渴望 要受到批评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今天特别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国内的言论气氛 好像是越来越收紧 而且这个事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 开始发生越来越弱化 特别是言论自由方面的政治生态 大家都知道 众所周知 特别是最近五年来 这个杨同学他讲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如果是大家全面地读了他的演讲词 他是从自然的空气 过渡到精神的空气 他讲的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按照中国或者世界之间的 精神空气上的差别 特别是和美国 他在马里兰大学读书 他所感受到的精神空气上的差别 而重点不在于自然空气 当然自然空气 大家也知道 众所周知的 中国的自然空气 目前也和世界有差距 但是他的重点还不在这里 所以现在很多围攻他人 把他这个全部目标出在 他昆明空气如何如何的 不是他想他说的 这个是转移到基本的目标 所以我特别是对 最近几年来发生的 中国的精神状态 精神生态发生的变化 这个比较感兴趣 因为他对中国人 特别是当局对中国人 特别是青年人 发动了一场精神上的冷战 使我们从很多 包括马里兰大学的学生来看 这是国外的 包括国内的学生来看 确实这个精神冷战 收到了若干的效果 在不知不觉中间 中国人的言论的气氛 越来越严峻 这个事情是值得担忧的 使我们如果说的严重一点 使我所谓的 资忠云老先生说的一句话 某种程度上一百年了 上面还是慈禧 下面还是义和团 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 我们待会会考虑这问题 为什么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是 谢谢陈奎在现在的分析 那我想请教一下Alex 你在这个乔治城大学就读 你自己在中国也学习过 那么你对比一下 两边你的学习 你觉得说两边的文化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在乔治城大学 是主修政治 然后我利用去年的美国大选 去亲身体验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然后我为一位当时很热门的政治候选人 然后去做竞选义工 然后我在他的竞选总部就发现了 这个每到半晚就有从这个城市各个方面 就四面八方来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竞选职工来帮忙 然后呢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会有每个不同的选区的这个志愿者召开他们的这个原桌讨论会议 会讲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位候选人 然后如何向与他们背景相同的选民去推销这位候选人的政纲和他的价值理念 然后甚至还讨论这位候选人近期的负面新闻 就是我们如何在拉票的时候应对这样的负面新闻 然后这个就使我联想到就180年前 法国著名的这个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到美国来考察 来政治制度之后写了一本著作 叫论美国的民主 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很强调就是说 美国当时的这个基层的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基层的自治 这个自治 然后对美国早期的这个民主政治和这个自由的价值理念所发挥的作用 用现代的这个政治学术语来讲 就是说这个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ivic Culture之间的这个关联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就是政治制度是就是选票啊 政府啊政党 这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那么公民文化呢 就是支撑这个政治制度运作的 这背后一整套的这个自由的价值观念 看不见的东西 然后这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这个两种的力量 相互的作用 然后推动这个民主政治的这个成熟和发展 所以你在你自己在美国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是否也感到这个无形的力量呢 对对对 因为大学里面的教育就是鼓励你要讲真话 然后你要求真 你要坦率 然后你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然后我觉得杨东学在他的这个演讲里面 是表现出来了这一点 是好的 谢谢Alex给我们进行的分析 跟分享他个人的看法 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打电话进来 在接听来电之前 我来念几个我们YouTube直播上网友的评论 首先呢 是风陵火山 他是要请教陈归德先生 他说小粉红批评了王千元 杨淑平所谓抹黑中国 但是呢918事变之后 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延安瑶栋发表了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苏联的利益 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还有歪曲蒋中正摘了 抗日胜利果实等文章 如果小粉红看到以上的历史之后 会被批评始作俑者 毛泽东是从洋媚外抹黑中国 待会我们请陈归德先来回应 另外还有一个叫乔哲的网友 他说中国文革时要拧有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 现在要出现了西河新版的 宁溪祖国的雾霾 不惜他乡空气的现象 民族主义思想膨胀 政治高于一切 中国已经轮回到新文革的边缘 而玉喜则说 他说五毛小粉红心中的学术 以及言论自由就是 我有鄙视跟抗议你的自由 但是你没有鄙视和抗议我的自由 他们以自由之名 为独裁摇旗呐喊 这是几位网友的评论 还有更多网友评论 稍后我们有时间再来进行讨论 跟把它念出来 首先我们请的是 河北张先生 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线上 河北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好 河北张 张先生没有声音 我们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北京王 你好你好 王先生请说 首先杨树平的这篇报道 我有声音吗 有 王先生请说 喂 有声音 好的 杨树平这个女学生的报道 我全看过了 在中国威胁上有左派有右派 因为我跟他有一种类似的遭遇 就是在我们有些论坛上 我就说苹果要比华为好 我就遭到了很多的中国的 这个左派网民的 这个恶毒的怒骂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中国现在是一种左 这个极左思想 占据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上方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我总觉得义和团的悲 义和团的闹剧 将即将在中国上演 我就觉得 我感到生活在这个国家 我的确跟那个杨树平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虽然有时候 我们不一定天天生活在雾霾当中 但是这种政治的雾霾 比这个环境的雾霾 是更加可怕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非常力挺杨树平同学 我希望杨树平 这个小姐能够干脆就留在美国算了 她不要回来 回到中国 她恐怕也会遭到秋后算账的那种惩罚 我希望她能够留在美国 好的 谢谢北京王先 接下来我们请宁夏高先生 高先生发表你的看法 请简短发言 好 主持人 你好 能听到吗 可以 高先生请说 是一样的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我是支持的 所以她有放屁股自由 我也有说她屁臭的权利 这位小女生 反正她也是为父亲词强说厨 她那个嘴里面那套脸颈 所以让人感觉惩复不堪 而且一股酸臭味 刚才我们的这位同学嘉宾已经屁股过了 我不想再说了 所谓的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见 青蛙类蛤蟆的声音并不重要 Your voice doesn't matter My voice doesn't matter 你的声音并不重要 不像你说的 我的声音也不重要 而是兄弟一趟天下来 谁的声音重要呢 当然是圣贤大德的声音重要了 习主席说 路易秀的一起站 全国九折之人心里面大失望 所以说她的那些言论 根本对我造不成任何伤害 同学们 今天我们是桃李公方 明天是国家的重量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还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好的 谢谢林夏高先生 第一高先生的说法 跟杨树平同学说法是完全相反的 因为杨树平在致辞当中 他强调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的 他在致辞当中说 他也除了引用所谓这个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说法 他说每一个姓名都重要 而每一个声音都重要 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江苏的前先生 前先生发表你的看法 你好 教宾好 各位朋友 我是从文革走出来的人 那个年约 我听了不少 也见了不少 比如说 不当心把毛泽东画像 损毁的 甚至有杀头的情况都有 所以说这种 这种批驳 杨同学这种说法 使我想起了文革 文革之后 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报道了 这是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只是说了经济这一方面 所以说 还有 实际上经历过问题的都知道 这场文革至少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和伤残 这是一场民族的灾难 这样的下去 是非常恶劣 但是 我们这里也可以听到 有些人 对官方的贪腐 比如说 那位张先生 他说 对江泽民和李鹏的贪腐问题 他说没有证据 嘉宾组织人是情绪化 但是他对官方不开心的人 可以逆到事实 企图借到杀人这种方法 这是官方所做的这种 小粉红老粉红 在这形成一种 非常恶劣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好招逃 好的 谢谢江苏前一先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官方朋友 跟现场的讨论 那么我就请称贵贼先来回应一下 包括刚才这位前一先讲的 说文革的又要开始的感觉 刚才我们的网友也问了类似的问题 还有包括这个风铃火山问的问题 就是说 包泽东是不是也是重阳媚外 你来回应一下 这个历史 大家都如果是说 中国内部的青年都能够知道 清清楚楚的知道 中国的近代史 现代史 当代史 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毛泽东当年在瑞京 所谓成立的 江西成立的中华苏埃共和国 不仅是一个国中之国 所谓用现在的话 所以是分裂主义的国家 而且用的国名都是 其他另外一个外国的名字 苏埃共和国 所以说这种情况 比现在他们所说的所谓卖国 包括台湾的同胞 他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不知道严重多少倍 但是张先生刚才说了 他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的声音都不重要 只有圣贤大德的人的声音才重要 他举了习近平 恐怕他心中也有毛泽东 都是属于这种圣贤大德的人 但是这种圣贤大德的人 如果真正的有公开的言论自由 能够公开我们中国的 近现代的所有历史资料的话 恐怕大家看到的是 完全相反的结果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 我说刚才特别强调 本来像杨同学这一篇 我认为是一篇 比较正常的演讲 也不能说它是多么深刻 但是它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是一个正常的演讲 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一个事件 成为一个据送纷纭的事件 很难想象它自己成为一个 辱骂嘲讽的对象 在过去几年的话都甚至 虽然中国的言论不只有过去年 但是恐怕还比现在好一点 其实现在这几年 这个是个特别严重的事件 我认为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古毅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杨同学的发言 这个我们看到他在致辞当中 引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的几句话 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 跟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说在中国的时候 这些字对他来讲太过抽象 太过陌生 然后他也提到了美国的戏剧 一出戏剧在学校里面 讲种族冲突 造成洛杉矶大暴动的戏剧 他也讲到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公民参与 民主投票等等 那如果您今天也是在美国的大学就学 如果今天这样子的一篇演讲词 其实在美国的学校里面 是很正常的 如果是一个白人学生 一个黑人学生 上台来讲了这篇话 说我从来不知道 美国有这些黑历史 现在我学会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反省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未来 有更多的反省跟讨论 并且让未来变得更好 那大家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篇演讲 觉得他觉醒了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 讲一样的东西 他们觉醒了 却反而是 认为是侮辱中国呢 好的 首先我想强调一点 其实爱国青年 或者官方媒体 对于杨同学的这篇 讲话的反应 对他受不了的 其实不只是他的观点 更受不了的是他的态度 他对党国不屑一顾的态度 因为党国一贯冒充中国 也希望草民以为自己就是中国 但是杨初平同学在里边 其实是分得清清楚楚 他说中国没有那些基本的自由 他甚至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上 学到的独立宣言 死心用备的东西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到了美国以后 通过实实在在的批判化的思维 通过参与自由的讨论 通过观察这些社会事件 才一步一步的了解到 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 一个合格的21世纪的现代公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的是 他的这种态度 也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 他批评中国的场合 所谓场合其实就是一种态度 不是说他的这个观点就非常的大扭不道 但是他们也不喜欢他的观点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种 为什么会中国的学生批评 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其实能有这个地方 有两个层面在里边 一个层面是因为确实这种自由化的观点 在中共当局看来 它是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 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威胁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来看 我们很多人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 我们已经分不清 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政府了 我们经常以为 什么是爱国 爱国就是要爱政府 就是一切要听政府的 像毛泽东当年做的那些事情 就像刚才嘉宾程辉德博士 和网友所讲的 那在江西公然扯席造反了 而且建立的国家都是外国的 外语的名字 那当然是不爱国了 因为它不爱政府 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 爱国你不能批评政府 不作为和拼命发展 追求经济发展导致的雾霾 你不能批评政府的专制和镇压 而我们信任有一个印度女孩 她特别有意思 她喜欢穿一件文化衫上面写着 胡亦同学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讨论 那我们今天 还有很多的网友 也发表了一些支持评论 我来稍微快速念一下 有一个网友说 他只是用空气来引出 他要讲的主题是自由 还有这个女的 顶多是入党不是入华 那另外一个网友 也说 他说请说入共 不要说入华 所以我们网友上 也有很多的评论 那么今天我们是 大家谈的讨论 就只能到这边结束了 因为时间关系 无法一一接听 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 以及每一个网友的 提出的问题 我们感谢陈奎德先生 谷逸 还有Alex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提醒大家 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 观众听众跟网友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而在明天节目当中 将带你来关注 709案至今 唯一一个音讯全无的人权律师 王全璋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 准时锁定 VOA卫视收听收看 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